也就將來各位記住那個我們的下載網址 然後進來這邊是範例嘛 那前面兩個階段如果 前面兩個階段同學沒上到的同學 你自己在花時間自己在把它download下來看一下 那這邊有雲端白板畫面 裡面的話就有問題1 然後問題2 問題4 有些我可能會跳著講 比如問題1 問題1裡面呢 相關的畫面第一個第二個第三個 畫面都在這上面完成的畫面我有把它截錄出來 那我們逐一來看好了如果說有些畫面 你來不及記的話沒關係直接從這邊我都會把它丟在這裡並且編號 你就找一下應該都會在這上面很清楚 OK來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呢編號部分我如果今天希望 輸入的話是四碼 那四碼當然有幾個方法啦就是說 就是說 我我可以直接在在這個地方 輸入1 一般當然就直接 直接就自動填滿他會自動加號 不過這邊會有個問題我第一個希望是四碼 也就是說呢 我希望格式化成四碼 那當然格式化成四碼如果你直接這樣直接加上去的話 零零零一定會有問題 為什麼因為他這地方不允許 因為數值裡面不允許前面有零 所以通常我們會在儲存格式裡面 做一件事就是怎麼樣 把它改成那個文字 改文字之後的話 那再來前面如果加零 三個零的話就OK沒有問題 那底下的話我們可以讓他自動填 往下填滿 自動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但是呢如果你不用這個方式的話呢 當然 我如果今天假如我不用 這個剛剛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去修改的話 我就可以直接在這個地方 我這邊可以用一個什麼 用一個格式化 那這個格式化如果我今天呢 TST 這個 這個地方在插入插入這個函數裡面呢 假如說我今天編號 我可以用那個文字函數裡面吧 裡面有個TEST 這邊有個TST 那TST主要的用途就是依據指定的數值 將數字轉換文字 OK按個確定 那確定之後的話接下來 Values 那Value Value就是你的 編號呢 那編號部分當然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說 如果你要編號 那這個編號 你如果直接輸入1的話 那裡面不就以後都是1了嗎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另外你可以用那個ROW ROW 刮弧 ROW就是列 那因為我現在參考的位置 是在A2 所以 現在